混沌剑神3736章 通神剑体 枯寂的陨石上剑城脚踏实地 站在满是尘埃的大地上 目光扫视周围星空 他脚下的这颗陨石 一直都在以恒定的速度朝前移动 尽管速度非常快 但对于浩瀚无尽的茫茫星海来说 这个速度可谓是慢如蜗牛 因此 尽管剑城在陨石上逗留了数十年之久 可他观四周星海 却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仿佛还停留在远处 我现在所处的方位 距离最近的是唐耀天 剑城拿出了星空图对照了番 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先去一趟唐耀天 多收集点炼制神王丹的府才 当紫霄剑宗的九天玄仙境弟子 达到五万之术后 再重返宫庆天界 将紫霄剑宗的那座巨灵神山 以诸天神阵展落下来 只要得到了那座巨灵神山 通过那座巨灵神山进行感应 就能确定出其余巨灵神山的位置 剑城心中暗自盘算 自从当初他离开宫庆天界后 就一直待在这颗陨石上 完全与外界断绝了联系 因此并不知道发生在宫庆天界的事 剑城脸上戴着幻妖族的面具 将自己的面貌与气息进行伪装之后 就离开了这颗逗留多年的陨石 虽然他现在已经寻到了三座巨灵神山 太初神殿的力量时时刻刻都在恢复 他如果继续在这里 等下去 总有一天 太初神殿会恢复至巅峰 然后唤醒强大的战将 只是紫霄剑宗内 移植了数百万株天才地宝 这些天才地宝的成长 分走了一部分灵气 最终被太初神殿吸收的灵气 就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了 所以 等太初神殿恢复力量 那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 先帝境的战将 甚至是先尊境初期的战将 对剑城的帮助不大 只能用来充当诸天神阵的阵位 但耗费大力气 解封几名先帝或是先尊 那为诸天神阵提供的帮助 或许还不如四万名九天玄仙 他真正需要的是先尊境后期的战将 可是以目前的恢复速度 太初神殿要想解封先尊境后期的战将 所需时间起码要百万年 诸天神阵同样能汇集灵气 可耗费了大量人力 却不止成阵法 汇集灵气的速度 甚至还不如三座巨灵神山 剑城心中暗叹 虽然诸天神阵是太尊阵法 但他的主要能力终究是集中在攻守方面上 在聚集灵气上自然不如聚灵神山 他施展空间法则 在浩瀚星空中飞速前进 随着其身躯的每一次闪烁 周围的星空都会发生巨大变化 这赶路速度当真是一步一世界 快得不可思议 一些不擅长速度的先尊境初期 在剑城此刻展现出的速度面前 也要忘心叹 剑城距离三十三天界之一的唐耀天 越来越近 在太初神殿内 炼丹堂的所有弟子 以及被剑城从巨像先宗内解救出来的 那十五名先君境和先帝境强者 也是纷纷进入了闭关中 开始继续恢复体内的伤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身上的伤势也是在逐渐好转 千魂魔尊同样进入了闭关中 在巨像先宗的庞大资源资助下 他的实力也恢复得越来越强 他们这些人 全部都是诸天神阵的阵位所在 他们的实力越强 那诸天神阵所能发挥出的威力 自然也越大 不知不觉间 剑城已经掌握着 能够随时斩杀先尊境中期的可怕力量 当剑城再次以空间法则 完成一次长距离瞬移时 他的眼前突然一花 只见一艘残破的小型仙舟 忽然出现在他眼前 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迎面撞来 仙舟内 一名九天玄仙境的老者 正护着一名年轻女子 驾驭着残破仙舟飞速逃亡 那老者显然已经受伤不清 浑身浴血 脸色苍白如指 被他所守护的那名年轻女子 修为不过天仙境 五官精致 美貌如花 不过那一双充满了灵气的大眼睛中 此刻却是充满了惊慌和恐惧之色 他神色怯怯地站在老者身后 显得手足无措 驾驭仙舟逃亡的那名老者 显然也发现了忽然出现在前方的剑城 他脸色顿时大变 惊呼道 不好 虎啸家族的人追上来了 这名老祖显然将剑城当成是敌人 立马操控仙舟急速转弯 显而又显地绕开了剑城 然后朝着另一个方位 飞速逃窜 不过受此耽误 使得在后面追击的另一艘仙舟 一下子缩短了距离 玄疾就见一个大顶 从后方那艘仙舟内飞出 带着赤目的光芒 轰然砸在逃窜的那艘仙舟上 哄 一声巨响 在前方逃窜的那艘仙舟 瞬间解体 那名九天玄仙境的老者 全力撑起一道防护 将身后的女子护住 他自身却承受了全部的能量余波 口中鲜血吐个不停 气息一下子萎靡起来 爷爷 爷爷 你怎么样了呀 你身上流了好多血 那名女子扑在老者身上 伤心大哭 这时 在后方追击的仙舟停了下来 三道人影从里面走出 全部都是九天玄仙境的仙人 景峰 你仙舟一会 接下来 你还打算怎么逃跑 哈哈 没了仙舟 在这片茫茫星空之中 景峰 你是插翅难飞了 真是想不明白 让你这孙女下架到我们虎啸家族 做我们家主的妾室 那可是你们景家千百年修来的福气 这是连你们景家的老祖都同意了 为何你就是冥顽不灵呢 偏偏要违靠我们虎啸家族的命令 那三名九天玄仙 呈三角形阵形 将景峰围困在里面 皆是面露冷笑 玄机 他们其中一人冲着不远处的剑臣抱了抱拳 语气散漫地说道 这位道友 之前的是多谢了 若非你突然阻拦了一下他们二人 我们要想追上去 那还得多耗费一些力气 若是道友有空 可以去我们虎啸家族做作 我们三人定会好生招待 一说起虎啸家族 这三名九天玄仙的神色间 都是带着点巨傲之色 因为在唐耀天 虎啸家族虽说不是明镇天界的顶级势力 但也是独霸一方的存在 有先帝尽强者作证 剑臣没有说话 甚至都没有正眼看他们三人一眼 目光落在那名年轻女子身上 眼中闪动着异样的光彩 哼 你们虎啸家族 那我孙女为妾 无非就是看上了我孙女的剑仙之体 拥有剑仙之体 我孙女将来必成剑仙 踏入仙君之境 若是机缘深厚 甚至有望成为伟大的先帝境强者 若是真落入你们虎啸家族手里 那也只会成为你们虎啸家族的炉顶 被你们家族以歹毒之法给夺的原因 今日 我纵然是自暴于你们同归于尽 也绝不会让我孙女落入你们手里 被称为警风的老者 陈生说道 一听到自暴 虎啸家族的三名九天玄仙 面色顿时一变 眼中多了几分顾虑之色 不 爷爷 你不能自暴 你不能死 木木要让你活着 只要爷爷你能活下去 木木愿意去给虎啸家族做炉顶 那名女子已泣不成声 木木 你知道做炉顶意味着什么吗 那会让你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爷爷已是重伤之躯 活不了多久了 死不足惜 但是你一定不能出事 你一定要活下去 将来若是成为先帝 你就可以为爷爷报仇了 景风语重心长地说道 然而话刚说到这里 景风突然一声惨叫 只见他胸前的血肉 一下子炸裂 一只沾满了鲜血的手掌 从他的后背插入 贯穿了身躯 从前胸钻了出来 飞溅的鲜血 沾染在那名女子身上 令他当场发出一声尖叫 只见虎啸家族的一名九天玄仙 以密法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在景风的身后 一次偷袭 彻底让景风失去了再战之力 哈哈哈哈 还想自暴与我们同归于尽 景风 你已经没那么机会了 出手偷袭的那名九天玄仙 一脸冷笑 爷爷 爷爷那名女子 趴在景风身上 哭得伤心欲绝 哭什么哭 你爷爷已经活不了了 这就是与虎啸家族 作对的下场 一名九天玄仙 对着年轻女子怪笑道 也不知你这小女娃 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是见仙之体 那可是必成仙君的存在啊 若不是知道你以后的命运 我还真不敢当着你的面 亲手杀掉你敬爱的爷爷 见仙之体啊 我都要忍不住对他夺赦了 就算是以后不做男人做女人 我也愿意啊 只是可惜 你是家主内定的人啊 我们都动不得 第二名九天玄仙 黑黑笑道 你们你们不得好死 生命垂危的警风 发出咬牙切齿的声音 眼中透着一股刻骨铭心的恨 我跟你们回去 求求你们放过我爷爷 那名女子哭着哀求 警木木 现在你可没有资格 与我们谈条件 乖乖地跟我们走吧 至于你爷爷嘛 明年的今日 你还有时间去祭奠祭奠 虎啸家族的九天玄仙冷笑道 玄机伸手朝着那名女子抓去 不过就在她的手掌 即将触碰到那名女子的身躯时 一道空间波纹一傻而逝 她的小半截手臂被瞬间斩落 血如喷泉 飞洒星空 那名九天玄仙 当场发出痛苦的惨叫 余下二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见剑尘的身影 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那名女子身前 她望着那名女子 哭得梨花带雨的脸颊 顿时心生怜悯 通神剑体 果然是通神剑体 主人 此人你一定要收入门中 一定要收入门中 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 因为它是通神剑体 这可是通神剑体啊 当年老主人 就是这种特殊体质 不单单是通神剑体 而且还同时兼具剑仙之体 虽然在通神剑体面前 剑仙之体实在是不值一提 但这两种体质急于一身 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主人 无论如何 也要让她加入紫霄剑宗 就算是抢 也要抢过来 她若能加入紫霄剑宗 那是紫霄剑宗之性 在剑尘体内 紫青双剑的剑灵 激动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在兴奋地大呼小叫 宛如见到了巨大的宝藏 混沌剑神 第3737章 剑尘收图 自从与紫青剑灵结识以来 剑尘还很少见他们这么激动过 特别是 对于某个天骄的评价与重视 这更是史无前例的一次 也是因紫青剑灵 对眼前这名女子的评价 使得剑尘心中 对于次女的重视 也是达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高度 虎啸家族的人是什么性子 你也亲眼看到了 指望他们 你爷爷必死无疑 绝对难以活过今日 不过 我可以救你爷爷 剑尘眼中 闪烁着奇异光彩地 盯着哭得伤心欲绝的 青年女子 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变得温和 道友 你是何人 这是我们虎啸家族的事 奉劝道友 不要妄加干涉 虎啸家族的两名九天玄仙 目露惊异地盯着剑尘 其中一人沉声说道 至于断掉了臂膀的 第三名九天玄仙 则是一脸痴疼地 捂着伤口止血 看向剑尘的目光中 竟是一片阴霾 掺杂在其中的 还有一股深深的忌惮 虽然他没有看见 是剑尘动手 斩掉自己的手臂 但眼前这情形 除了剑尘外 也没有别人了 阁下 你你是何人 重伤状态的警风 也是艰难地 抬起头望着剑尘 那暗淡的目光 充满了警惕之色 说话的声音 有气无力 莫非莫非 阁下 你也看中了 我孙女的剑仙肢体 妄图用我孙女 去做卢顶 不 你想错了 我只是享受你孙女 做徒弟而已 尽心尽力地栽培他 让他在未来的岁月里 成为一名独霸一方 甚至是威震仙界的 绝顶强者 剑尘目光望向警风 一本正经地说道 至于虎啸家族的 那三名九天玄仙 直接被他视若无误 你要将我孙女 培养成独霸一方 甚至是威震仙界的 绝顶强者 哈哈哈哈 道友 你这话 或许能欺骗我那 涉事未深的孙女 但是却休想蒙骗我 警风一边咳嗽一边笑 满是细血之色 目前 我是唯一能救你孙女的人 难道你希望让你孙女 落入那虎啸家族手中 剑尘说道 警风神色一致 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不见 剑尘目光 看向那名女子 柔声道 你可愿拜我为师 我如果拜你为师 你会不会救我爷爷 那名女子 睁着一双乌黑又明亮的大眼睛 闪闪发亮地盯着剑尘 那布满泪珠的眼中 布满了西迹之色 剑尘点了点头 道当然会 只要你拜我为师 我不仅会救你爷爷 而且还会给你爷爷一大笔资源 让他有望成为仙君 一听到仙君的大机缘 警风的呼吸 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虽然他不相信剑尘说的话 但仙君静 对他 可是有着致命的诱惑 虎啸家族有先帝坐镇 阁下 难道你就不怕吗 警风说道 对我来说 不惧危险 剑尘轻轻地摇了摇头 警风心中震惊 眼前这忽然出现 被他错以为的 当成是虎啸家族的人 竟然连先帝境强者都不惧 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剑尘此言一出 不仅震住了警风 就连虎啸家族的那三名九天悬仙 此刻也是露出惊疑不定之色 好 只要你救我爷爷 我井木木就拜你为师 此时 那名年轻女子 也终于做出了决定 她当场就向剑尘下跪 在虚空中磕头酒 下从现在起 前辈你就是我井木木的师父了 好 好 好 剑尘大为欣慰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修行这么多年 他还从未收过徒弟 今日 也就是在这一刻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弟子了 在这一刻 出为人师的剑尘 心中顿时生出了一股异样的感觉 那是一种做师父的体验感 你叫井木木 快快请起 剑尘心情有些愉悦 连忙将井木木搀扶了起床 同时从空间戒指内 拿出一颗疗伤神丹 未进了井峰的嘴里 竟是夏品神丹 井峰一眼就认出了神丹的品级 顿时一阵心惊 对于他这种九天玄仙来说 哪怕是夏品神丹 也是渴望不可及的宝物 虎啸家族的那三名九天玄仙 心中也知晓剑尘不是自己所能对付得了的 他们三人互相交换了下眼神 玄机默不作声地退后 想要回到仙周上 驾驭仙周离去 你们三个 我徒儿 让你们走了吗 剑尘目光淡淡地扫向他们三人 念动之间 前方的空间刹那凝固 虎啸家族的三名九天玄仙 身躯一下子僵住了 保持着固定的姿态 被禁锢在那里 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 徒儿 你想要如何惩罚他们 剑尘目光温和地看向锦木木 我我我不知道 我听爷爷的 涉事未深的锦木木 选得有些手足无措 此时 锦锋也终于相信了 剑尘是一位修为深不可测的盖世强者 态度立即发生了巨大转变 用充满敬畏的声音到前辈 请替我们杀了他们 这一次我们祖孙二人若不是受上天眷恋 恰巧碰上了前辈 那我们祖孙二人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凡是虎啸家族的人都死有余辜 如你所愿 剑尘微微点头 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只是目光对着虎啸家族的三名九天玄仙随意一扫 后者的整个身躯便是在寝客间化作一片灰烬 形神俱灭 剑尘这轻描淡写就抹杀了三名九天玄仙 深深地震住了颈锋 让颈锋整个人都呆若目击 目光傻傻地盯着那一片灰烬 脑子已经转不过弯来了 这一幕 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但玄机 回过神来的颈锋 心中就是一阵激动 他已经意识到 剑尘的实力 恐怕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恐怖 木木能跟随在这等强者身边 那我也放心了 锦锋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似终于放下了一个大包袱似的 徒儿 你可有什么心愿未了 剑尘对着锦木木问道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家族变得更强大 让别人都不敢来欺负我们 锦木木轻咬嘴唇 持一道 师父 你能和木木回家族吗 以后就在锦家教导木木修炼 只要有了师父这么强大的仙人坐镇 别的势力肯定不会欺负我们 徒儿 师父可以陪你回一趟家族 不过 却不能留在你的家族内陪你 你师父目前云游四海 居无定所 所有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你都不能回你的家族了 说到这里 剑尘语气一顿 道而且 你的家族似乎已经放弃了你 准备将你交给虎啸家族 这样的家族 值得你去留恋吗 自从与子清剑林结识以来 剑尘还很少见他们这么激动过 特别是 对于某个天骄的评价与重视 这更是史无前例的一次 也是因子清剑林 对眼前这名女子的评价 使得剑尘心中 对于次女的重视 也是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虎啸家族的人是什么性子 你也亲眼看到了 指望他们 你爷爷必死无疑 绝对难以活过今日 不过 我可以救你爷爷 剑尘眼中 闪烁着奇异光彩地盯着哭的伤心欲绝的青年女子 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变得温和 道友 你是何人 这是我们虎啸家族的事 奉劝道友 不要妄加干涉 虎啸家族的两名九天玄仙 目录惊异地盯着剑尘 其中一人沉声说道 至于断掉了臂膀的第三名九天玄仙 则是一脸痴疼地捂着伤口止血 看向剑尘的目光中 竟是一片阴霾 掺杂在其中的 还有一股深深的忌惮 虽然他没有看见 是剑尘动手 斩掉自己的手臂 但眼前这情形 除了剑尘外 也没有别人了 阁下 你你是何人 重伤状态的警风 也是艰难地抬起头望着剑尘 那暗淡的目光 充满了警惕之色 说话的声音 有气无力莫非莫非 阁下 你也看中了我孙女的剑仙肢体 妄图用我孙女去做卢顶 不 你想错了 我只是享受你孙女做徒弟而已 尽心尽力地栽培他 让他在未来的岁月里 成为一名独霸一方 甚至是威震仙界的绝顶强者 剑尘目光望向警风 一本正经地说道 至于虎啸家族的那三名九天玄仙 直接被他视若无物 你要将我孙女 培养成独霸一方 甚至是威震仙界的绝顶强者 哈哈哈哈哈哈道友 你这话 或许能欺骗我那涉事未深的孙女 但是却休想蒙骗我 警风一边咳嗽一边笑 满是细血之色 目前 我是唯一能救你孙女的人 难道你希望让你孙女 落入那虎啸家族手中 剑尘说道 警风神色一致 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不见 剑尘目光看向那名女子 柔声道 你可愿拜我为师 我如果拜你为师 你会不会救我爷爷 那名女子睁着一双乌黑又明亮的大眼睛 闪闪发亮地盯着剑尘 那不满泪珠的眼中 布满了西迹之色 剑尘点了点头 道当然会 只要你拜我为师 我不仅会救你爷爷 而且还会给你爷爷一大笔资源 让他有望成为仙君 一听到仙君的大纪元 警风的呼吸 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虽然他不相信剑尘说的话 但仙君静 对他可是有着致命的诱惑 虎啸家族有先帝坐镇 阁下 难道你就不怕吗 警风说道 对我来说 不惧危险 剑尘轻轻地摇了摇头 警风心中震惊 眼前这忽然出现 被他错以为的 当成是虎啸家族的人 竟然连先帝境强者都不惧 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剑尘此言一出 不仅震住了警风 就连虎啸家族的那三名九天悬仙 此刻也是露出惊疑不定之色 好 只要你救我爷爷 我警睦睦就拜你为师 此时 那名年轻女子也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当场就向剑尘下跪 在虚空中磕头酒下从现在起 前辈你就是我警睦睦的师父了 好 好 好 剑尘大为欣慰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修行这么多年 他还从未收过徒弟 今日也就是在这一刻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弟子了 在这一刻 初为人世的剑尘 心中顿时生出了一股异样的感觉 那是一种做师父的体验感 你叫警睦睦 快快请起 剑尘心情有些愉悦 连忙将警睦睦掺扶了起床 同时从空间戒指内 拿出一颗疗伤神丹 喂进了警风的嘴里 竟是下品神丹 警风一眼就认出了神丹的品级 顿时一阵心惊 对于他这种九天玄仙来说 哪怕是下品神丹 也是渴望不可及的宝物 虎啸家族的那三名九天玄仙 心中也知晓 剑尘不是自己所能对付得了的 他们三人互相交换了下眼神 玄机默不作声地退后 想要回到仙周上 驾与仙周离去 你们三个 我徒儿 让你们走了吗 剑尘目光淡淡地扫向他们三人 念动之间 前方的空间刹那凝固 虎啸家族的三名九天玄仙 身躯一下子僵住了 保持着固定的姿态 被禁锢在那里 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 徒儿 你想要如何惩罚他们 剑尘目光温和地看向警木木 我问我不知道 我听爷爷的 涉事未深的警木木 选得有些手足无措 此时 锦锋也终于相信了 剑尘是一位修为深不可测的盖世强者 态度立即发生了巨大转变 用充满敬畏的声音到前辈 请替我们杀了他们 这一次 我们祖孙二人 若不是受上天眷恋 恰巧碰上了前辈 那我们祖孙二人 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凡是虎啸家族的人 都死有余辜 如你所愿 剑尘微微点头 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只是目光对着虎啸家族的三名九天玄仙随意一扫 后者的整个身躯便是在寝客间化作一片灰烬 行神俱灭 剑尘这轻描淡血就抹杀了三名九天玄仙 深深地震住了景峰 让景峰整个人都呆若目击 目光傻傻地盯着那一片灰烬 脑子已经转不过弯来了 这一幕 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但旋即 回过神来的景峰 心中就是一阵激动 他已经意识到 剑尘的实力 恐怕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恐怖 木木能跟随在这等强者身边 那我也放心了 景峰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似终于放下了一个大包袱似的 徒儿 你可有什么心愿未了 剑尘对着景木木问道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家族变得更强大 让别人都不敢来欺负我们 景木木轻咬嘴唇 持一道 师父 你能和木木回家族吗 以后就在景家教导木木修炼 只要有了师父这么强大的仙人坐镇 别的势力肯定不会欺负我们 徒儿 师父可以陪你回一趟家族 不过 却不能留在你的家族内陪你 你师父目前云游四海 居无定所 所有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你都不能回你的家族了 说到这里 剑尘语气一顿 而且 你的家族似乎已经放弃了你 准备将你交给虎啸家族 这样的家族 值得你去留恋吗 我